在桃园龟山攀树体验区,25岁的徐忍涵戴上安全帽和手套,往树上抛出装有树皮保护带的绳索,系好身上绳结,双脚离地测试树枝承重力后,双手紧握绳索向上攀。 徐忍涵是台湾首位获得ISA国际树义协会证照的女攀树师,现在台湾树义继攀树运动发展协会工作。 我是大学时期就接触到攀树运动,然后那时候只是单纯地觉得它很有趣,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攀树的能力跟一些技术其实是有点薄弱的,那跟同期的朋友比起来,我就觉得怎么别人都爬得上去,我爬不上去,那种不服输的感觉,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不行。 攀树运动在欧美行之有年,但在台湾还是新鲜事,目前全台获ISA证照的攀树师仅26人,徐忍涵是其中三位女性之一。 攀树近五年来,徐忍涵常在两岸及海外参加比赛,结识了不少朋友,也开拓了眼界。 今年十月,她在厦门参加海峡两岸即港澳地区攀树邀请赛,获得女子组冠军。 因为我参加蛮多场比赛的,那曾经有去过香港、马来西亚跟厦门还有美国参加的是比较大型的赛事,那在参加这些赛事的时候,其实有遇到很多女性攀树的tree worker这样子,那在跟她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时候会感受到,女生的力量啊,虽然说就是很薄弱,但是因为她们意识到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在攀树的时候,就是在工作, 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客人,她们在看女生爬树,就是我们还没爬之前,她们会产生一种质疑,就是说,今天不是来修树的吗? 那你一个女生,你做得到这件事情吗?那相同时间,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就是爬给客人看。 那她们看到女生在爬的时候,她们就会觉得,哇,原来攀树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男生做得到,女生也做得到。 据介绍,欧美的攀树运动最初与树木修剪有关,在美国,树木修剪是最危险的实力工作之一,徐忍涵从事这一行业,曾遭到家人极力反对。 那我就是许下一个小心愿,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那我请家人给我这个时间去证明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也很幸运在这一年两年之内,我取得台湾的女子组的,攀树比赛的女子组的冠军,那也在2017年拿到了台湾第一张女生的, 盘树石证照,那因为有了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我再次回到家里面,她们的态度就相对的有比较好一些些,毕竟因为这件事情只有我做到了。